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往医院探视伤者 并且向家属质疑 有旅客搭乘台铁首长被藏在椅子缝隙的针筒搓到 台铁局表示应该是先前旅客不当遗留注射针头所致 已经报警追查行为人 而对于受伤旅客的医疗检验费用一定会负担 卡姆台风的暴风圈远离 但是外围环流是逢大潮 新北市瑞芳逼头渔港 不少海漂垃圾涌进 涨潮时打上陆地 基隆大五轮沙滩也堆满浮沫和海沸等垃圾 环保局也不断地清运 目前沙滩暂时封闭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美国有意透过外国军事融资运运台湾 白宫战略沟通协得官柯比表示 美国支持台湾的自我防卫立场 会探索以适当的方式来进行 北韩官媒今天报道 美国最新一波的对台军援 将亚洲地区的军事紧张 推向另一个战争引爆点 谴责美国意图把台湾变成不成的抗中基地 美国司法部3号表示 以出卖军事机密给中国的罪名 起诉两名现役的华裔海军士兵 一名是22岁的士官魏金超 另一名是26岁的下士赵文恒 若被定罪的话 魏金超将面临20年的终身监禁刑罚 赵文恒则是最高将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以上由公式新闻制作 谢谢您的收听